委員好 部長好 部長今天我們討論一樣是食安的問題 首先我想請這個 那個畫面切過去 請部長看一下 我要問你一下 就是說如果你看到這樣的廣告詞 你到底覺得這是不是天然的 第一個我們看到的是東北酸菜鍋 他說有新鮮的蔬果熬製的高湯 還有蔬果醋 然後酸白菜製造過程 加入天然果醋幫助發酵 你看到這樣子的一個東北酸菜鍋 你會不會覺得它是天然的 是還是不是 直覺就好了啦 不用想太多 我想應該要注意一下 要注意一下嗎 你不覺得它是天然的 如果本期看到我會覺得是天然的 那個昆布鍋來自北海道昆布製成 然後天然的甘甜海味完全融入 然後呢嚐上一口金色的昆布湯自然鮮美 甘醇滋味令人回味無窮 昆布鍋欸 昆布鍋是不是天然的 直覺啊 應該是吧 是吧 昆布鍋我們當然是 蒙古的麻辣鍋 用68種純天然的中藥材 堅持採用最上等的天然食材 堅持不添加人工香料 堅持純中藥熬煮養生的湯頭 這個是不是純天然 我想這個還要再瞭解一下 還要再瞭解一下 你今天回答得非常的保守了 我給各位看一下 真正的答案在這邊 全部三個這是廠商自己標示的 這是新北市 新北市要求他們自行標示 它是不是天然熬製的湯頭 如果你看它的廣告詞 跟最後它自己揭露的 三個通通都不是天然的 我看了一下新北市它之前 調查了15家火鍋店 只有一家是真的天然熬製的 所以那個比例大概是6% 你就知道說我們現在的火鍋 這一些高湯的湯底 有多大的問題 所以我相信頂王當時被揭發的 當時雖然說它是大骨粉 我不曉得你們現在查到的是什麼 他說是雞湯塊 但是市面上到底有多少的火鍋店 通通都是用大骨粉下去調製的 它根本就不是用大骨頭去熬煮的 這個到底有多少 我不曉得現在你們掌握到的有多少 跟委員報告 我們現在有請秘密客 到全省各大連鎖跟他去買回來 我們去化驗 化驗它裡面是否有動物蛋白 以及DNA的成分 我們實驗室是有這個能力 那有成果以後會 你們現在已經有化驗出來的成果了嗎 陸續已經有了嗎 陸續抽樣回來再化驗 都還沒有結果出來 目前 目前還沒有 都還沒有 但是光是我們看新北市 他去年他的整個 他要求廠商自我揭露的 你就可以看到那個比例非常的低啦 但是我們看到現在消費者 為什麼大家喜歡吃火鍋 覺得火鍋相對天然 比起這種炸的 烤的 他可能覺得相對對人體是比較健康 但本期今天的疑問就是說 如果今天我們這些湯頭都是化製的 都是大苦湯粉下去去泡的 剛剛許委員還說他很愛喝這樣的湯 聽了讓人家非常的擔心啊 因為一般民眾你如果只是光看這樣的一個廣告詞 你可能覺得很好啊 很天然啊 喝了對身體是有幫助的啊 那怎麼辦呢 這個問題要怎麼去處理 我想鼎王的事件他只是單一的事件 多的是其他的火鍋業者 他們的湯頭一樣其實是不天然 這可能是真正的事實 那這個事實消費者有沒有全力知道 本期覺得有全力知道 所以本期是非常贊成新北市的做法 他要求的是業者你要主動的去把你的湯底揭露出來 你到底是不是自然就是天然去熬製的 這一件事情本期覺得非常重要 至少你讓消費者可以選擇嘛 我不管你的廣告詞怎麼的天花亂墜 最後我最終可以看到 就像我們在看美牛一樣 我會看到你的牛肉的產地是什麼 我自己選擇我要吃澳洲牛還是美牛 我自己消費者去消費的時候 我要看到說你這個到底是不是天然熬製的 如果不是我要檢視你的價位 你今天要賣我500塊賣我600塊賣我1000塊 結果你只是用粉去泡的 我消費者我可以抵制你啊 我不要消費啊 你如果說你是用這種粉下去泡的 路邊99塊的100多塊的 我消費者自己心裡有數 我吃便宜的吃這種粉泡的 我心甘情願 但是今天頂王對著人家詬病的是說 你標榜的這麼高級 你整個店裝潢這麼的高級 吃一餐下來到1000多塊的 那結果既然你的湯頭裡面 你沒有多麼了不起 也是雞湯粉下去泡而已 那賣的這麼貴這不合理啊 就像當時的胖達人事件啊 大家也覺得不合理啊 你今天一個麵包賣這麼貴 結果是香精 那大家消費者不能接受啊 所以這個部分未來你們是不是可以去要求 這一些的火鍋業者要去揭露他的湯底 你不用告訴我每一個成分 但你要告訴我你到底是調製成的 還是是真的天然熬製而成的 讓我消費者有一個基本的選擇權 這樣可不可以 爸委員我完全認同你的這個觀點 我們在上禮拜已經發含各相關的業別 請他們要特別重視這一部分 然後我們已經也下去 秘密客下去機查 然後我們也有檢驗 然後陸陸續續會請他們 那我們也請各縣市配合 所以像這次桃園啊台南啊 整個通通動員取來去查 所以各個地方我們都有去查 包括很多很多的那個 陸陸續續都回報 都有請他們改善 不改善我們都有開罰 本席希望要求我們做到兩件事 第一個就是說 他廣告不實的部分 依據實管法一定可以去 就是裁罰他嘛 第二個就是說 要求他主動揭露 他今天這個湯底 到底是不是天然熬製的 就是標示出來 讓消費者可以了解 這是基本 好不好 這個部分我希望後續你們可以做到 不過也很同意委員講的 其實這不是食安的問題 是消費者權益的問題 是 是詐欺事件的另外一個 對 跟胖達人事件其實是很像的 是的 是詐欺的問題 那另外一個呢 就是說就這次鼎王的事件 跟胖達人比較起來 在你們的食安分級裡面 他兩個是不是在同一個等級 同一個等級啦 他沒有那個安全的問題 是屬於這個欺騙的 欺騙的問題嗎 但是我們這次用食安法 所以罰他380 上次胖達人才罰是8萬 但是呢 上次的胖達人事件 其實他是可以讓消費者可以退費的 那我這次看到的鼎王 其實沒有退費 他只有打折 他現在出來的方案 其實是打8折 但胖達人上次 他是允許消費者 你拿著發票 回去之後 他是可以退費的 那既然是同樣的等級 同樣是屬於是 某種程度的詐騙跟詐欺 那為什麼 這個鼎王的事件 沒有辦法 是走退費的模式 而是他自己說 又是來消費打8折 八折 八委員 這個我們在這個中央這邊 有強力的去 跟這個地方協同 去給他們建議跟指導 那目前呢 這個他小保處呢 在積極協調 那剛開始廠商呢 肩部吐石 所以我們都有做筆錄 所以不斷的給他開發 甚至於要勒令他協業 以後他才有這個 表達他的悔改的態度 那這一部分呢 是我們中央 強力接入到地方來協同 那這也是第一次 對 我們還會再增進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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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王議員 謝謝 接下來請林淑恩委員 主席 各位大家午安喔 是不是請我們這個部長 一下 我還不擅長 到這裡